今天要來吃 我們大概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什麼生蠔啊 什麼 胭脂蝦全部都被我們吃光 要不然我從頭到尾點生蠔 我直接幫他們店吃光 對啊 連這價值觀崩壞的一場 今天是11月11雙11 今天真鮮有推出一個滾滾器皿的活動 好像只要叫滾滾的話 真鮮點真鮮定時發跟熱鮮 這四個品牌在雙11來內用 都可以免費 我有個朋友他好像改名成滾滾 他就找我一起來吃真鮮的活動 那我選的是熱鮮 熱鮮是真鮮的迴轉壽司結合他三九管 然後他單價還蠻高的 看看我今天可以吃多少錢 那我們現在來採訪一下我的朋友 這是我改名成滾滾的朋友 他平常也有在經營大衛網的頻道 然後他很喜歡真鮮 他常常拍真鮮大衛網的影片 所以他才這次改名成滾滾 大家好我是雨昕 那我平常也有在經營頻道 然後最常拍的就是壽司大衛網 那這一次剛好真鮮有改名成滾滾 就全桌免費的活動 所以呢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 一起改名 那我就直接私訊傑克 然後邀請他可以找 諸多的大衛網 大家一起來吃 十萬為目標 吃爆他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是整個有八個名額 所以我今天打算要拍大衛網那一桌 那我還找了一些我的老戰友們 介紹一下我今天大衛網那一桌的戰友 好啦那這次就是我找了大衛網那桌的夥伴 吃飯兄弟 欸欸欸欸 艾里斯 艾倫 艾倫掌 好兄弟歐陽 浩福二娃 雨昕大口吃 這次改名成滾滾的大衛網好夥伴 和他的朋友 我們還找了沙土豆 但是他還在路上 那我們就七位先去吃吧 等待土豆哥的到來 那在影片開始前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想知道我的更多動態可以追蹤我的FP和IQ 那我們直接開吃熱線吧 GO 好啊 那我現在入座啦 因為我們八個人 他一桌是四個 那我今天跟我的好哈記 歐陽 還有 吃飯等地做一桌 HUF以及蝦子豆 他們做另外一桌 今天目標 看看可以吃到多早吃的 所以開吃到 對 去頂 我們今天來吃義式香辣算得比較好 這套要示範它 非常的大 他們義式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有爽 全部裹附在 現在他們有超大吃 然後再吃一點 臉起 進口食法的很爽 它的厚度最甜厚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第一次吃大好多 沒有 大干貝 跟大蝦跟大吉 滷味醬 超甜 超甜 真的喔? 很爽 新鮮 是新鮮的 真假喔? 是不是等一下就狂吃這個 哇這個好好吃喔 第一次吃到這麼好吃的生意 我覺得可以點 哇 大干貝應該有 六顆大干貝 它食量汁超濃郁 沒差啊 就點大家都可以吃 喝喝看那個法式洋蔥湯 有迷迭香的香氣 他剛剛說這個湯底是牛油湯 我們可以吃到這裡 很煩 都吃到這麼多 什麼 乾貝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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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來吃一個 好,之前平常摩擦層只有四不四口 就不定我自己拿 就不定我自己拿 就不定你自己拿 好好好 心慌,心慌對不對 有這個就值得而已 蝦味以抹茶奶酸 上面有加杏仁鳥 喝喝看 慢慢抹茶,我來吃得到杏仁鳥 還有蝦魚豆的風味 現在還蠻好喝的 蒸籠蝦喔 蒜菜也蠻好吃的 真的嗎? 好 先乾杯 吃吃看那個 鮪魚刺身 他也顛覆我對鮪魚刺身 看吧 他都比一般的好吃 很快 完美脫殼 超級漂亮 肉質很Q彈 真的不是 好,接下來我們三個人要來挑戰 對我們看誰比賽啦 看誰比較快 這邊的話是一人一盤就是五個 然後要價 單點的話要六百塊 然後我們一秒鐘把六百塊吃 所以比較快就對了 好 3 2 1 開始 哇靠你這麼快 變魔術 好強喔 好厲害喔 歐陽是 生蠔王 我們來繼續來吃壽司 美媚拆心 那他第二輪來了 來了整桌有 高華海鮮串 松范子跟生蠔有的味道 他連龍蝦都拿來炸了 你看他們食材已經被我們吃光了 然後我們第二輪剛好 這個今天升級特別來賓 大家土豆 土豆很可愛 土豆來秤飯 我們今天就是八個人一起要來狂吃 那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先來吃松范子 那個厚度蠻厚的 然後烤人喔 斷斷的 而且把他切得太厚了 所以吃起來那種口感沒有那麼的好 很像小谷弟的那個充滿足 這是希臘風味全能熟 來吃吃看 看起來蠻厲害的 這就是麻糬嗎 對啊 這是麻糬 希臘在哪 原來希臘人也是麻糬 好爽喔 對啊 他這邊九米 你要喝嗎 那你也不喝酒 就不能喝 他會一名威士尾三千 我會買 這家業務也不會 這家業務也不會 對 這全部的腳都很配 來一口吃就一口這樣 哇夠喔 超熱的 超熱的 很重要嗎 很爽喔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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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還沒時間吃蝦 超寡的 生香 其實可以 狂吃了 太過癮了 太過癮了 真的 對啊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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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他在整腦 蛋頭味超爽 對 讓您上一下 五四筊 謝謝這樣 六四筊 OK 很過癮 這是價值風 崩壞的一餐 真的 而且免費 哈哈哈哈 這樣就是崩壞 好崩壞 有點濾慌 冬蝦 冬蝦 清秀家人嗎? 好啦 清秀家人 無酒精派對 健康的 味道蠻重的 喝起來是什麼味道 喝起來沒有魚豆的感覺 一對 酸酸的薄荷味 臭隔絕的咧 外貌高級 喝起來卻是五味雜誠的 五味雜誠 雖一點都不清修 啃 缺少酒精啊 喔 還是少一味 三分少 那裡面都是生的 趕快吃一塊看看 開車來了 我已經很喝了 那一個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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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oy viendo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爸爸媽媽咪 你還可笑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酸 酷肥耶 它有醃漬過 軟嫩的耶 軟嫩的 它味道蠻重的 浩湖覺得累 我剛剛前面有吃過一塊 我覺得它每一口肉食肉都會醃漬 因為它比較熟一點 我喜歡天生的 它這個倒是 太重 好 太重 好 乾杯 好 這是 什麼樣 還蠻過敏的 它是舒肥的 吃起來比較軟那些 就搭配它甜甜的醬汁 我覺得蠻好吃的 蝦子都要吃黃蝦 多香喔 你有掉過黃蝦嗎 好掉嗎 跟一般的蝦子 很難掉 好我們今天吃到第三輪 那我第三輪 我們就是來吃甜點 今天這邊有點 三種甜點 起司滷肉蛋糕 蘋果飯一起吃 跟甜甜熟 所以我們只要雨昕跟泡芙 我們跟我一起來吃 這十幾盤甜點 然後我們看誰可以吃得比較多 好 準備開始我們甜點吃了嗎 開始 它這個現烤的蘋果飯 要等30分鐘才會來 反正 稍微放碗 然後稍微口氣 然後每個 天成蘋果飯的感覺 這個蘋果飯 現在吃起來很溫溫的 再加 好 冰涼的香草兵 冰火焦肉 哇傑克已經吃到QQ是什麼 它這個好像應該是看這個吃 我先吃這個 有 但是它的口感很Q 然後一直焦 那蘋果蛋糕怎麼樣 就是這上面是 還沒加 有點薄薄的香氣 它上面的其實有點沙沙的口感 可是還有點冰沙 它是曬黑的 那個還沒炸 呵呵呵 和它一樣 嘗嘗 哦 啊 啊 就像目前看到勾用 我已經升級過一次了 結果還是差點在勾用 喔 我就是只能就 先爬在這邊 是不是 就叫它幹 欸! 要加糖 第一次吃 撈手了 我一隻就知道他們用了三分次換 然後抹茶粉 好吃嗎?抹茶 這個抹茶普中帶甜 吃起來不會有廉價感 我這個狂豬 第三個點是有優勢的 你覺得哪一個點是好吃的? 我覺得火茶甜甜蜜最好吃 你覺得甜點哪一道是好吃的?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但是有一個對吃的 你覺得要吃哪一道? 這個甜蜜 你覺得要吃的 啊!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是它的那個香草蘋果甜蜜 因為它那個蘋果派 就吃得出來 它烤得很久,然後烤得很酥脆 有千層的點,比較口感 再搭配它的香草甜蜜 然後它豐富得很 吃起來最爽算的 那我們第三輪 大概吃了15-16盤之間 那我們現在甜點時間結束 你現在幾分飽? 我現在四分飽 今天幾分飽? 五分 大家都還沒吃飽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繼續開吃 有一點時間就到這邊 再繼續開吃吧 拜拜 拜拜 我們今天最後一輪 第四輪 賽路上七輪 這邊有超多份的 豪華刺身跟超多份的牛排 我們七個吃貨都一起 要把它停吃慣了 那我們直接開吃 OK 就爆炸如何動手了 一直撐飛撐飛 基本上是火爆裝喔 可以吃 好啦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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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感謝!感謝! - 吃完啦- 吃完啦 - 那我們吃完耶 - 吃完啦 - 那我們去外面做個結尾吧 - 好啦 我們全部吃完啦 - 那我們剛剛總共兩桌八個人 - 大概吃了六萬一千多到六萬兩千的價格 - 再加上回轉台上的壽司盤 - 沒有列在帳單裡 - 這樣加起來幾十盤總共應該吃了六萬五千左右的價格 - 真的非常的滿足 - 都哥今天有什麼感想 - 我們第一次送邀來捷克開支 - 就可以體驗到東西啊 知道嗎 - 你們說我實在是講到 - 會害怕啦 - 哈哈哈哈 - 今天也是非常感謝滾滾滾滾的帳號 - 他的東西非常好吃 都滿精緻 - 他開到凌晨三點 - 非常適合朋友情侶聚餐 - 那我們再訪問一下其他的這個感想 - 很開心 - 今天可以第一次來吃到 - 結合餐酒館跟回轉壽司料理 - 滿特別的 - 餐點算是精緻好吃 - 但是跟一般的餐酒館還是有差距啦 - 感謝兩位滾滾帶我們來吃好料 - 麻煩我們兩個熟面孔 - 阿你今天最推哪一個 - 今天最推他的海鮮類 - 海鮮真的都滿新鮮的 - 可以吃下去都有鮮甜的感覺 - 我最推的應該也是生蠔啦 - 就他一百二十塊可以吃到一顆生蠔的品質 - 外面應該不只一百多塊的價格 - 對我覺得滿值得可以點一次來吃吃看 - 我覺得今天原本是有機會充十萬的 - 我們大概吃到一半的時候 - 食材都被吃光了 - 它什麼生蠔啊 什麼胭脂蝦 - 全部都被我們吃光了 - 要不然我從頭到尾點生蠔 - 我直接把你們店吃光了 - 喔對啊 - 呵呵呵 - 再見大家一起來 - 而且氣氛又很好 - 它裝潢真的滿不錯的 - 嘿~~ - 今天吃下來覺得好吃嗎 - 真的覺得滿好吃的 - 這個讚的 - 有機會來熱先吃看看 - 好那今天大衛王那一桌 - 非常的成功 - 然後也感謝滾滾的幫忙 - 和爭先的贊助 - 讓我們今天大衛王那一桌的 - 金額再創新高 - 耶~~~ -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 那喜歡這種大衛王 - 一起吃飯聚餐的企劃 - 或者是想要看我開箱什麼餐廳的影片 -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訂閱按讚 -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 掰掰 - 掰掰